口述吴小波春节以后 中国的股市出现了一波小阳春 上证指数在短短15个交易日里上涨了21.45个百分点 最近很多人都在兴致勃勃的讨论上证指数什么时候能够突破3000点 这一轮行情的顶部会是4000点还是4500点 关于股票市场的价格波动能不能够被预测的话题 经济学界已经讨论了半个多世纪 有两派针锋相对的观点 一派观点叫做有效市场假说 代表人物是芝加哥大学的金融学教授尤金法玛 1970年尤金法玛在他已发表的博士论文股票市场行为价格基础上 提出了有效市场假说 他认为在法律健全功能良好透明度高竞争充分的股票市场 一切有价值的信息已经及时准确充分的反映在了股价走势当中 另一派是有效市场假说的反对者 代表人物是耶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希勒 他给出的反对理由是 首先法律健全功能良好透明度高竞争充分的股票市场 根本就不存在有足够理性 并且能够迅速对所有市场信息做出合理反应的股民 也根本不存在股市是非理性的 它是由市场的缺陷和人性的缺陷所共同塑造出来的 这两派观点吵了很久 人类对于股价波动规律的认知 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世界级难题 1996年12月 当时的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 在华盛顿发表了例行演讲 在演讲中 他用了一个心思来形容股票投资客的行为 非理性繁荣 市场迅速做出解读 认为美联储将采取货币紧缩政策 第二天美国道琼斯指数下跌2.3个百分点 全球其他国家的股票指数 也全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跌 在罗伯特希勒看来 这是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 2000年1月 他给自己的新书起名为非理性繁荣 这本书出版的时候 美国股市已经经历了一波长达 11年的上涨行情 跟互联网经济相关的 纳斯达克指数 到达了5100多点 罗伯特希勒认为 投资者的情绪 媒体专家叠加成为市场情绪 与股价波动 形成了反溃环 最终形成泡沫 他在自己的书中 画了一个1860-2000年 美国股市的市盈率曲线图 发现在140年的历史上 曾经出现过四个高峰值 前三个分别是 1901年 1929年和1966年 无一例外的是 股价在达到这些峰值点之后 迅速的出现了大崩盘现象 而他出版这本书的2000年 正是第四个高峰值 他还做了一个小实验 通过邮箱 给147个朋友 发了份问卷 询问他们 股市是不是最好的投资场所 在收回的问卷中 76个百分点的人表示非常同意 20个百分点的人表示有些同意 加在一起就是96个百分点了 有些不同意和非常不同意的人 加在一起只有4个百分点 通过研究过去140年的历史 和询问当时股民的心态 罗伯特希勒 在《非理性繁荣》一书中 得出了一个结论 即美国股市很可能 即将面临崩溃 《非理性繁荣》出版的两个月后 也就是2000年3月 纳斯达克指数 突然发生崩盘性景象 在后来的18个月里 股指从5100点跌到了1800点 蒸发市值超过4万亿美金 罗伯特希勒也因此一战成名 尤金法马和罗伯特希勒 持有完全不同的学术观点 甚至是互相矛盾的 前者认为市场是有效的 而后者则坚信市场存在缺陷 你也许会问 到底是尤金法马的 有效市场假说理论是正确的 还是罗伯特希勒的 《非理性繁荣》理论是正确的呢 告诉你一个有趣的事实 2013年 瑞典皇家学院 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颁发给了三个人 其中就包括尤金法马 和他的理论死对头 罗伯特希勒 诺贝尔奖的评委们 用这样的方式 跟经济学界开了一个 不大不小的玩笑 他们想要表达的 或许是 两位的观点都很有道理 但直到今天 人类对资产波动逻辑的认知 还不够深入 我们离真正把握 其内在规律的距离 还非常遥远 好 好